发布料那样什么不够用 不 白师兄 我们是同门 生权做门鬼 同学就不能相打 现在提门鬼 先跟我说不能同门相残 不知钱是怎么做的 饶命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敢了 记住 下辈子做个好人 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不 我们看到了来人想要害白师兄 却跌落池中 被恶交吞了 这都是来人自找的 明白就好 那就是麒麟神桥了 这块石碑 应该是麒麟至尊所留 听说 只有参舞石碑上的文字才能走过去 拿到麒麟神桥 我参舞一下 我虽然能参舞上面的文字 但是太慢了 这么久才参舞了一个字 如果全部参舞完石碑上的文字 需要的时间太长了 师弟 看来这麒麟神桥是我的了 你虽然悟性不错 但参舞这块石碑恐怕是以十年为单位 这就是为什么麒麟神桥这么多年 没有被拿走的原因 你也不行 那可不一定 我现在动物次数又积累到了八次 应该够参舞这块石碑的了 巨头 使用一次动物机会 有效果 哦 白墨的雾形真的这么强吗 巨头 再次使用一次动物机会 根据动物团来的信息 这石碑上的内容 竟然是一门王体的开启之法 巨头 再次使用一次动物机会 这是第五次使用动物了 成了 白墨竟然完全参舞了石碑上的经文 这是 麒麟王体 哈哈 不拜托我 是你开启了麒麟王体 没想到 白墨师兄的资质竟然这么强 大家之前还嘲笑他废物 原来小丑是我们自己 白墨的资质绝对在圣玄宗排前三了 该去拿麒麟神桥了 拿到了 原来这就是麒麟神桥 有了它 绝对能铸造最强神桥精 麒麟秘境都快要关闭了 怎么还没有人出来 白墨碰到我师兄陈玄霸 凶多吉少 你不用心想侥幸了 放屁 白墨添走 不错 白墨是我圣玄宗不释出的天交 什么陈玄霸 都是垃圾 不知 你们对混沌圣帝天交一无所知 那白墨不可能这么幸运 碰到陈玄霸就是他人生的终点 白墨 会活着出来吗 圣玄宗的天交就是个笑话 一个没落宗门 哪配合我们三大圣地的天交比 我希望陈玄霸师兄把白墨的尸体带住 我要把他鞭尸 小姑娘 嘴巴这么丑 小心长痴疮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嘴硬没用 白墨现在绝对凉的都不能再凉了 你想多了 白墨 是白墨 白墨出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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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位徒儿 你们终于出来了 哈哈哈哈 什么 白墨 你怎么可能出来 白墨 陈玄霸呢 灭了 什么 陈玄霸师兄怎么会 我不信 你信不信 他都没了 而且是被我灭掉的 下场老惨 你 我灭了你 满儿 退下 白墨 我问你一句 陈玄霸真的是你灭的 不错 好 很好 我要让你尝命 灭我万先生的弟子 老夫不会放过你 我青楼圣地逼住你 那本长老不存在吗 我如今就别玩 可以大欺小 我盛玄霸 毕命相搏 不论如何在了这小畜生 不然以后长长起来 必会是金服大患 上 担住他们 啊 好 我都重 我少温得住了防披 他威力不凡 很难脱困 白墨 我爱就怪你太过狂妄 一个陌落圣地的天骄 也敢肆无忌惮地灭三大圣地的弟子 你混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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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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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